说起印度 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热 人口众多 人民奇葩 这应该就是很多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一个概括了 但是你见过印度人开拖拉机吗 网友表示 不愧是开挂的民族 这技术 不会游泳都不敢这样玩 其实 印度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差的 所以在国内如果需要运送什么物资之类的 那么首选的就是摩托车和拖拉机了 而印度人开拖拉机和我们国内有个不一样的区别 那就是印度人开拖拉机那是真好 就比如这位大哥开拖拉机的时候 由于拖拉机是后轮驱动 而且后面绑了一个大家伙 这也就导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整个车头都是翘起来的 但翘起来的车头并不影响印度老哥 他们还故意将车头翘起 然后拉了满满一车的货物在道路上行驶 不过小编就比较纳闷 他们要如何进行转弯呢 转向轮都没有折地 应该只能执行吧 还有位大哥就更加厉害了 直接将拖拉机开入了水里 发动机已经完全被水淹没 不过还好排气管漏在水的外面 车子还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由于这位大哥已经坐在水里 而且水槽已经将车楼完全缠绕住 几次发力都没有达到想要出来的效果 这也导致这位大哥很是恼火 就有网友表示 在印度如果不会游泳 是不是连拖拉机都开不了 别的先不说 小编就比较好奇 这位大哥是如何把拖拉机开到水里面的 到底是要干嘛呢 看完小编给大家的讲解 印度的经济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确实是比较差的 而且由于他们奇怪的种族制度 贫富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的生活条件下 人民给人的感觉当然就是比较奇葩 不过还是希望整个印度快速发展 能够追赶中国的步伐 虽然很多印度人都认为 自己发展比中国要好得多